下一个 第十五 旧约中的十诫命和新约中的最大的两条诫命 爱主你的神 爱人如己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五条 对主爱主你的神 和第后五条 这个对后六条 前四条后六条 是吧 哪来的前五条后五条 搞错了 前四条后六条 差点被你带跑了 我之前已经讲了 当然你可能不一定能留意那个细节 因为一待而过 就是爱神爱人 前面我刚才也刚刚讲过 十诫的序论的时候 分两块法板 一个是对神的礼拜 一个是对人的本分 对神的礼拜简单说爱神 独尊他为圣 然后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敬拜他 时间尊他的名 然后后面是爱临神 真正爱临神就不至于贪恋他 也不至于抢夺他 也不至于偷盗他 也不至于作假真正 当然也会孝敬尊敬各种秩序 所以爱神爱人 这是耶稣讲那个话 就是在解释实际 他在解释 所以问了一个不必要问的问题 当然对于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其实耶稣讲这个问题就是在解释 所以耶稣已经解释了 爱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爱神爱人 虽然他只是提到了后六条 但是也是向往爱人如己 对吧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